柯文哲,其实我一直觉得柯文哲是草包 我真的,不是,我一直不知道柯文哲是草包 因为毕竟我们念书,到底没有柯文哲念得好 台大一科,智商一五七 可是我最 但是我从考一百遍也上不了台大一科嘛,对不对 可是没想到我最近发现 原来柯文哲真的是草包 讲到两岸国防外交,柯文哲草包到 我难以置信 两个重点,柯文哲真的是草包 第一个,柯文哲跑去美国的第二天 跑去纽约跟纽约的台湾里去座谈 他以年轻人为主 有的在纽约就读,有的在纽约就业 结果呢,他说 他跟这些年轻人谈什么 谈台湾低薪,台湾高房价 台湾少子化 台湾诈骗天堂 这四个议题 我想问一下,我在纽约我都混得下去了 我在纽约混得下去的人 我真的关心的议题是台湾低薪吗 还是我会关心纽约低薪 他们在纽约都是高薪的 我会关心台湾高房价吗 他或许会关心纽约高房价 因为纽约房价真的贵 可是他会关心台湾诈骗天堂吗 他又诈骗不到 第二个草包点是 最近断交 每一个人都要讲出一些议题 到底我们在台美之间要怎么选 对,他竟然跟我讲说 我觉得自然就好 现户外交,金钱外交 我们打也打不赢 所以你说其实 柯文哲一直都那么草包 只是我们没发现而已 我觉得应该是说 他在两岸上的论述嘛 其实当然就是对于中国 他常常就是迎合中国嘛 他就是说我就搞只有AB搞嘛 要送审嘛 那再来其实 他其实不只是两岸外交 那个草包 他记得防疫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防疫是对他来讲 应该是 应该会他医生啊 但大家记不记得 其他县市 新北台中高雄 那时候在市场 那个人流管控的时候 我们是做什么 大家是做什么 他这种身份证字号 对 用分流的 大家记不记得 你刚才说柯文哲医生是在行 然后刚才有网友留言说 医学之外他很无知 屁,他连医学都无知 我道歉 我道歉 市场大感染 他说给我打疫苗 通通抓去打疫苗 他说旧科书不一样 啊,真的 临床实验不一样 他连医学都无知 对,所以你看那时候的市场 他说通通抓去打疫苗 然后大家就看来说 打疫苗这个大家都会 不用你这个医生提出来 疫苗不是解药啊 疫苗是预防啊 对,那时候别的县市 大家在人流管控就去市场嘛 就是做身份证 什么135啊 单号参号对不对 他做什么 叫警察去那边 站在那边做人流管控 说啊,这边不能进去啊 啊,你的身份证几号啊 然后做执法 那时候笑掉全国各县市 大家说 啊,柯文哲怎么这么吵包 用这种方式 所以你看他不是只有在 国防外交 国际两岸 他连市政议题上面 很多都是让大家觉得说 你怎么会提出 这么草包的一些内容 那你说好了 现在他现在出国 大家关心的是什么 他的穿着 他这几天 他的剪头发 他的西装 他的穿着 外套太大件 对,通通都只有这些 好,那好不容易 已经有一个座谈了 就是要内容了 结果 出国大家都是在讲说 如果你正要选总统 你要表达一个总统的高度 你对于台美之间的关系 你对于国际上的关系 结果他现在去到美国 他反而讲了什么 美国对中国的这样的围堵 其实是错误的政策 让大家也傻眼想说 你去美国你讲了这些东西 那好,到底是不是错误 我觉得他到底有没有 他的幕僚有没有认真 去帮他做作业 对,他这个也很吵 他跑去美国说 美国把中国围堵起来 这是错误的政策 你去人家的国家说 你拿错讲稿了吧 你应该去中国讲这份稿吧 你怎么去美国讲美国 带错讲稿 所以你看你在美国 你去批评人家 在美国批评人家的时候 你围堵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 应该可以合作的时候要合作 他到底有没有去想过说 美国为什么要围堵中国 就是因为之前 美国在之前 还没有跟台湾那么友好 的时候早期的时候 他其实对于中国 其实是对于合作 甚至很多的工业上 然后很多的技术上面 都是合作 甚至去那边设厂 最后他们发现 他们的科技一直被剽窃 一直被窃取 然后再来就也发现说 国内很多的 都 made in China 很多的经济上面 是被中国来控制住 所以他们现在慢慢就是说 希望能够把这些工厂 回移到美国去 然后不仅是说 创造美国的在地 企业落地生根 这些等等 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些 就是因为前面有这段历史 再加上中国一直崛起 然后一直对于向外扩张 所以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是要去制裁美国 你讲的 你科文哲好很多 所以我不晓得是他不认真 还是他故意要去创造话题 因为科文哲很喜欢创造话题 你既然访美 你怎么会讲说 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说 科文哲你去那边 你去批评人家的对中政策 到底是要看吗 然后讲了这么多草包的东西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草包最怕什么东西 怕镰刀 对 那镰刀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籍 就有一把镰刀 所以他到美国之后 他还是怕镰刀 所以他在唐人街发表这个看法 他在唐人街 对 所以唐人街中国人 比较多一些些啦 所以要讲一些银河的话 所以我觉得科文哲你这一趟去 我们实在是看不懂 你去美国访美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你是要去走时装周吗 还是你是要去让美国 看棒球 让更多人 吃早餐 对 吃早餐 然后还是你是整个让大家看到说 科文哲其实你在 如果你真的要选总统 你的那个高度 跟你的国际视野上面 真的是完全不足啊 那你就透露了就是 你真的不适合当总统 而且你去对美国讲这些话 然后甚至对中国一直在剖大腿 现在大家都说马克宏跟科文哲 好像是属于同类型的 不是 马克宏是跟马英九 马英九啊 双马双马 但他们有些论述形态 像马斯克啊 还有马云 马马马就叫奔 其实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说 科文哲这趟访美 其实第一个我们看不到 你访美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然后再来你真的是要选总统的话 你的高度根本没有出来 你对于国际上的一个 国际关机外销关系 我们看不到如果你当总统 我们反而会更担心说自然就好 什么叫做自然就好 人家已经在跟你谈条件 或者是军事上面 或者是贸易上面 甚至说你已经被人家 在已经有消息说 中国要去抢我们的邦交国的时候 那你要放给他资料吗 让他去吗 还是我们要积极地再去谈判 再去下谈这些所有的邦交国呢 所以我觉得让大家觉得说 以前当市长的时候 很多你可以轻轻带过 这个就胡说八道啊 或者骂人家要王叉蛋啊 你就可以带过 大家会觉得说 好好笑哦 你好讲直话 但是当你要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你在国际上让大家讲说 台湾的外交关系叫做自然就好 我跟你讲 全世界一定会笑掉 大家说什么叫做自然就好 你跟中国叫自然就好吗 我觉得大家就觉得 你是存一个问号啦 是真的非常谢谢洛芳 把我们的这个同上线上人数 又救回了九千两百人啊 真是可喜可贺啊 因为柯文哲真的是太吵包了嘛 怎么会有人去纽约 找纽约的 我坦白讲 纽约是世界的中心 是中心中的中心 能够在纽约活下来的 都是妖怪 都是怪物 都是人中之龙 然后去那边谈台湾的DC 他们不会有感觉的嘛 第二件事情 你只会在美国去嘴美国 你去美国骂说 美国把中国围堵起来 还是错误的政策 那你怎么会谈断交 是自然就好了 我跟你讲 柯文哲 我们慢慢来解释柯文哲 柯文哲可能真的很吵包 柯文哲跑到美国去 去吐台湾的潮 就像我到校园去招募 柯文哲是去美国吐美国的潮 吐美国的潮 也吐台湾的潮 所以我们低薪啊 然后年轻人没希望啊 没有这样子 我到校园去招募士兵 我会说 真好加入国军 我告诉你国军长官很烂啊 每天都吃饭喝酒鬼混啊 然后兵进来什么事都不做 就在那边鬼混 你说柯文哲这个又犯 除了这个很蠢很吵出来 他还犯了另外一个错 当然啊 你不能在国外 去讨论台湾的家丑 这件事情是很不对的 你台湾这么差 那你曾经是台北市长 你不是差的一环吗 你不是帮凶的一员吗 台北的房价你有没有处理 台北的薪资你有没有处理 我才讲 其实柯文哲是草包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草包并不差 我告诉你草放对的地方 会很好哦 给马吃 草包在草 这个包子里面叫草包 草包在菜桃柜里面 叫草阿贵 我告诉你卖得很好啊 我跟你说 他是包错了 把草放到包子里变草包 所以你应该要找包装 找对的人来包装你 你找错了